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不过今天立委郑立军公布了一段 来与核废料厂在为核废料桶减诊的时候的影片 当中您稍后会看到 因为有许多装置核废料的桶子破裂 台电曾经花四年派人减诊 但是却是靠工人来徒手作业 立委痛批台电草菅人命 而且整个过程也没有在负压跟密闭的室内作业 核废料的粉尘恐怕也早就已经四处乱飞 立委要原论会主委下台 但原论会主委在今天没有正面的回应 你可能要下台负责没有机会了 请你诚实的说有没有外泄 我没办法判断 你还没有办法判断你还要赖多久 拿着蓝宇储存场核废料减诊过程的影片和照片 民进党立委郑立军在立法院首次公布了蓝宇核废料减诊的过程 内容揭露台电在减诊重装蓝宇核废料的过程当中 唯一规定在负压前密闭的室内作业 就是在这样的作业过程当中可能就造成辐射物外泄 对减诊过程是否真的安全密闭 原人会主委蔡春宏表示不知道 外泄我们蓝宇的居民的健康怎么办 你有没有想过 第二我们的工人 我们的工人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工作 徒手用铲子 把已经破碎不堪的核废料 装到新的统治力 因为那个左下方那个到底是一个 是一个漏空的 还是说有什么东西 大家都看这么清楚了 这就是一个漏空的状态 我们的主委还要在赖 说这不是漏空 说这空气不会流出吗 我是说我不知道 整个作业应该是在负压前密闭的室内下进行 但无论从照片或影片都显示台电在核废料减诊过程粗糟无比 而且是在通风的环境下进行 立委表示根据监察院在去年9月的调查报告当中 台电在蓝宇主持长减诊中庄的作业期间 在核废料处理的隔离系统成效不佳 原人会却包庇台电要求主委应该下台负责 蔡主委下台负责 我们要求经济部司部长下台负责 我们要求台电董事长所有主管下台负责 你们的作业程序写得很漂亮 你们写说全部都取出来 放到密闭的处理中心再来作业 台电拍给你们看的照片 也都说没有问题 你们就这样关在冷气房里面 来做安全监督 我刚刚跟我们局长讲 就是说请他去查一下 类似像这种状况我们有没有发现过 是不是有曾经为了这些事情 做过违规的纠正等等的 原来卫主委没有对下台与否作出回应 只说回去还要讨论 不过面对蓝宇居民每每质疑 核废料组成厂辐射外泄问题 原来卫会和台电都口口声声说 核废料处理结果没有问题是安全的 但立委披露的影片跟照片都指出缺乏安全性 立委除了要求原能会立即展开调查 并严惩相关人员之外 同时必须针对蓝宇的居民展开全面的见解 记者等立不留立法院采访报道 核废料放在蓝宇已经三十年 那么年纪稍长的观众朋友 特别是蓝宇的朋友应该会记得 在一九八年到九零年代 当时原能会的说法是说要暂时放在蓝宇 等到另外一个永久安置核废料的地点找到之后 就会把现在放在蓝宇的核废料搬走 但是蓝宇人一等就等了十几年 到底核废料现在应该搬到哪里去 有立委建议最好搬到即将停止运转的 新北市核一核二场 原能会在现场并没有第一时间拒绝立委的建议 但是把球抛给了台电 表示这还必须由台电提出计划 去年经济部选定台东达人乡南田村排完族的地区 以及金门县乌丘乡列为低放射县核废料 最终处置场址 但必须先进行公投 原本经济部去年编列了4亿多 今年编列了3亿多的预算给长指公投经费 不过经济部原能会以及台电公司 一再拖延选址时辰 目前已经延至105年的6月 公文要办公投 因为这是法律规定 你们这个经费是要办公投的 三亿多就要办公投的 但是办公投刚刚讲过 因为目前我们要去公文给 已经去公文给 去年这项经费也变了4亿2562万元 去年也是这项经费变了4亿多 今年也没有动 去年没有动资 没有动资 所以今年再变3亿多 就是要办公投 看起来动资的可能性大概也不高 那这样的话 我刚刚讲过是说 经济部长表示已经韩文给两线 不过两线办公投的意愿不高 也是选址已再延宕的原因 另外另外孔文吉则表示 希望能够尽快将核废料处置问题解决 提出将核废料运回核一核二厂 原能会主委说可以 但是强调还是必须由台电提出相关的计划 交易委员会我们也通过这个结议 通过这个结议 就是我们把这个核废料 这个除孙桶 我们再送回到核一核二 这是要还给我们 哪里相亲一个正义 交易安全的话 所有的计划 我们同意的话 是可以运回到核一跟核二 或者是就运回到核一 或者运回到核二 甚至运回到核三 交台电约翼的话 那他提出计划交易安全 选举过程已经需耗公堂约七亿多元 对选举后举办公投的方式 也尚未定案 是否能够通过 还有许多变数 对核实能够将 蓝与核废料组存的问题解决 还是遥遥无期 记者 立法院采访报道 近来退休军公教人员 领取年终府 未经引发议论 有立委助理爆料 立委也有不少补助津贴 公民党立委蔡正元 认为立委出国考察费 等九笔津贴补助 没有法院的依据 所以决定要发起 联署提案删除 预估一年可以替国库 省下将近两亿元 不过其他的立委 听到包括跟蔡正元 同属国民党立委 都对这一项提案计划的立委 感到很不满 认为提案删除 立委补助的发言并不可行 近来除了退休军公教人员 年终慰问金引发争议 也有立委助理爆料 立委补助津贴也不少 国民党立委蔡正元 与李贵敏站出来 要自己刮自己的胡子 他们认为立法委员 有九项补助津贴 是没有法源依据 所以发起提案联署 希望删除包含 立委出国考察费 与各项补助费 像是文具 邮票 手机 住宿 汽油 立法研究 高速公路过路费 服务处租金 健康检查 另外还有公费助理的 业务活动费 每年每位立委 领取这九项补助津贴的 金额总计是 一百七十二万四千四百八十元 我们以身作则 以后要删减政务官的 这些没有法源的补助预算 我们会比较明正言顺 不然以后我们砍这些预算 我们怎么砍得下去呢 蔡军员预计 这项提案每年可替国库 审下1.9亿元 同党立委虽然对此表示尊重 却有不同看法 如果有些不合理的部分 或没有合时的部分 我同意我们可以去做检讨改进 正式准备做删减 但是你说完全项目的删除 我倒是觉得 这个有点矫枉而过状 其他党团也质疑蔡震源的提案动机 因为有这个机会 就可以大出风头 然后这个标举自己 我觉得这也是 对个人来讲有加分 那个是政治斗争 各个单位相关的特殊性 提出相关的办法 在立法院共同检讨 亲民党团强调包括立委 补助津贴与退休军工教人员 年终未问金的争议 都是因为没有法源依据 差异立委应该理性的 在议场内修法 以避免相关争端 破坏社会和谐 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记者综合报道 金建会明天将发布九月景气灯号 在出口表现亮眼之下 渴望终止连续十颗代表景气灯低迷的蓝灯 而台积电下午也公布第三季获利创新高 税后净利新台币493亿元 董事长张中谋预估 今年第四季的业绩将剂减8% 金元代工厂台积电下午召开法说会 公布第三季业绩 营收和获利同时创历史新高 税后净利新台币493亿元 董事长张中谋预估 今年第四季业绩将剂减8% 我没有看到对全世界经济 我看不到隧道终点的亮光 经济会26号也将发布九月景气灯号 在出口部分 九月已终止连续六个月的负成长 景气灯号是否能终止连续时刻代表 景气低迷的蓝灯 学者指出机会应该很大 问题在于9月即使变蓝灯以后 10月11月12月是怎么样的状况 外面的经济情势还是相当的严峻 展望明年经济学者分析 受到欧债和中国经济成长缓慢影响 我国出口仍相当严峻 投资付出也减缓 从台湾现在GDP的数字来看 第二季是负了0.18 那第三季这样估计可能有两个percent 那如果第三季正有两percent 那谷底应该是在第二季 学者指出 对新的成长动能 除了出口要分散市场外 政府对企业要加强辅助措施 尤其对贸易融资要有更多的保障 才能让中小企业顺利拓展海外市场 记者陈小青 陈信龙 张国良 台北报道 物价上扬 但是薪水却不涨 依照行政委员会针对原住民级的劳动者 进行的就业薪资调查 25到49岁的原住民族人的最高薪资 是两万七千零二十六块 二十到二十四岁的薪资 也不超过三万块 现在在学校读书的学生们说 日子其实很难过 就业工作类型 薪水多少 成了许多踏入社会新鲜人的考量 依照主机出六月份统计 一般民众平均薪资为四万两千七百四四元 不过如果看看行政院员会针对原住民就业薪资调查 25岁至49岁 原住民有酬就业者的薪资为两万七千零二十六元 二十到二十四岁薪资也不超过三万元 如果在台北生活 房租就要将近花上了一万元至一万五 再加上交通费 生活费与杂费所剩不多 加上社会物价上涨 什么东西都贵 还没踏上社会的学生倍感压力 我本身念戏剧科系 所以本来这行业就是有点会 可能会吃不饱 就是比较风险 钱少了 而且又加上物价上涨 就真的觉得还蛮辛苦的 不过也有学生认为 就算薪资不符合自己的标准 或是工作性质与品质有差异 但为了生计还是愿意尝试 对于每一份工作 只要肯去做的话 我觉得都会成功 如果即使不是自己兴趣的话 在从中 你也可以学习到 不一样一个领域的 一个那个技术 依照圆明会 原住民失业率数据调查 101年3月有5.21% 经过了三个月 则降到了101年6月的5.02% 而行政院明会表示 下降了其中原因 在原住民青年就业的部分 由于学历都已经提升到大专院校 而原住民青年对于工作态度加 加上天性开朗乐观 公司企业任用度高 针对大专生 或者是五专毕业的学生 在我们就业状况来看 其实这个年龄层 或者是这个教育层层的学生 其实在外面找工作 是非常容易 而且很受到这个企业的喜好 社会经济发展迟迟无法提升 让许多将出社会的青年担忧 未来的生活该怎么过 而行政院明会也想办法 为青年就业做准备 除了补助企业津贴劳健保给付 并给求职大专生就业奖助金3000元 希望以双轨制的方式 让原住民青年能顺利进入职场 就这么说 也不愿意放弃任何的机会 今天老委会台东就业服务站 举办今年最后一场就业真才的活动 有一位将近60岁的英主民族人 还是想要试试看 希望可以找到工作 跌头填写资料 看着求职的海报 阿美族的青年乔骏 希望能找到技术性的工作 而北南族的阿牧 长期从事看护的工作 因为年纪快60岁了 觉得越来越吃力 所以到真才现场 想碰碰运气 找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 如果再一看就可以 就硬在那边 不然就继续做我们的看护 我们这一把年纪了 谁要我们 这还是有 就看运气了 找一些有技术性的工作 有找到吗 目前还在看 没有了 就可能还会 找去外线事工作 老委会台东就业服务站 25号上午 举办今年第十场的就业真才活动 有24家厂商 释出121个工作机会 旧服站客长表示 台东的工作机会 大都以服务业为主 最近陆续有新的饭店或餐厅成立 透过就业真才活动 不少求职者成功找到工作 希望有需求的民众踊跃参加 台东的工作机会还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也很欢迎台东的乡亲 不用太担心 未来会来抢我们台东的工作 那透过我们这个美和活动 成功找到工作的大概有三成左右 那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美和的效果 其实很好的 这次的求职活动是台东就业服务站 今年举办的最后一场 不过现场来求职的民众并不多 只有236人前来 72人求职成功 有业主表示可能是因为年关将近 大家都想等到过完年 再考虑转换跑道或是开始求职 记者部台东市财富莫导 有一个新的概念叫做获利设计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是从事文创业的话 您或许会有兴趣 一般对企业而言 QCD也就是所谓的品质 成本与交期的基本商业模式 而QCD就是竞争力的基本条件 但在消费意识抬头的现金社会 能够提供好商品与好服务的企业体 远远超过了单纯的QCD的概念 为了要跳脱老旧的商业模式 增加竞争力 专门辅导台湾原住民育成中心的执行单位 这回从日本引进了创新的商业概念 就叫做获利设计 这个是一个国内不曾有过的 这样的一个经营模式 对 大概两年前 生产中心到日本去考察之后 我们就跟日本的很大的一个能力协会 是顾客公司共同合作 希望台日双方共同的把这样子新的 经营模式把它思考出来 去做推广 课程讲述针对的是文创产业的升级 老师以日文讲课 学生带上口译机专注聆听 不过强调以吸引锁定 及收费为创造获利的新形态商业概念 学员们能否在一个上午就可以完全吸收呢 这有点就是从我们原住民的反向的 那个思考流程过来 那他们我觉得他们自己有学到很多 对 因为是之前没有听过的东西 然后对 也是有很多新的想法 不同的领受自然有不同的角度 但获利设计的概念 让学员们感到增加了自己的市场竞争力 并明白自己的行销对象 今天老师讲的这些我很喜欢 就讲说它有一个目标性 目前台湾是等于是比较小的一个岛 所以说我们是锁定的是观光客 可能会回去会去想说 我进入了这个市场 我的竞争力在哪里 这个课程就是为你的竞争力有作交付吗 有 创造获利模式的改变 针对身处的市场形态 设计获利的步骤 着重在于吸引 锁定及收费的三大创立要素 就是获利设计课程的金钥 不过课程的理论 是否能够让台下32位原住民企业者的事业 向上攀升 还必须要经过市场的测试 才能见真章 记者巴鲁塞台北市采访报道 纽西兰毛利观光局率领商业参访团 抵达台湾跟台湾原住民族的产经代表交流 纽西兰毛利观光局长 率领着来台交流的商业访问团 大跳毛利战舞 这次来台湾的目的不再只是文化交流 而是与台湾原住民族发展双方的经贸关系 从政府跟政府的角度先做一个平台 合作的平台 那我们今天来这里就希望跟所谓的产业界 后来变成民间跟民间产业跟产业 或者是他们直接能够有经贸的一个往来的可能性 行政院圆明会找来了台湾民间产业代表之一的 原住民产经协会进行交流 对政府协助能开发纽西兰市场而感到振奋 台纽原住民族官方促成经贸平台 双方推派的商业代表 也已经初步达成了经贸合作的协议 不过要如何拓展双方的通路市场 还必须要做细部的讨论 记者巴鲁塞台北市采访报道 昨天在台北市南港的101文创会馆正式开馆了 这号称是全台最大的文创会馆场地 拥有将近千个座位的国际型的舞台 不过对于原住民族相关的表演 却引来不同的评论 以八家将关将手的舞异震撼全场 呈现台湾的庙宇文化及信仰 都具备了闪善罚恶且护佑台湾的精神 将夜视文化搬上舞台 表达台湾在地最贴切的美食风情 更有毕拉西市与观众精湛的互动 展现台湾热情 国外引进的街头舞蹈 特别在Michael Jackson的模仿演出更是轰动权重 黑暗中的冷光创意LED灯舞台秀 也充分传达台湾科技的雄厚实力 而在压轴的原住民文化表演 更是穿插了高空特技 展现部落爱情故事 不过高空中的女主角 却穿着着阿美族男性的打buff 也就是骗裤 似乎不符合传统规范 主办单位解释是考量表演者的安全 原住民族文化表演有落差 不仅台上呈现泰雅族舞蹈 搭配阿美族服饰 就连舞步也有些不协调 难免会影响或误导观看的民众 对族群文化的认识 主办单位表示 大部分表演者并非原住民 而原住民文化展演资讯的缺乏 是目前最大的困境 坦承表演内容有疏失会改善 我们一开始的过程就是出去融合 然后让台湾各地的朋友了解 原住民这一块 他会放在我们四个设计的大主轴 里面做一个ending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 很重要的文化面 在这边非常特别 所以在原住民文化这一块 可能我们是希望呈现一种欢乐 然后对一个大自然的赞扬 这样的一个精神 创达给世界各地给人 所以可能有很多地方 我们自己要再多注意 然后谢谢各位的提示 在南港打造出全台最大的文创会馆场地 占地一千两百坪 拥有三百六十度视觉感受 是新的一处可以观赏表演的场所 主办单位也坚持要将原住民族的文化 纳入节目四大主轴之一 只是这么大型的表演 在原住民族的传统服饰及舞蹈上 恐怕还是要多加留意 避免发生错误才是 到底应该如何才可以把属于自己族群的族群特色 在现代的新创意里面展现呢 在非洲有不少服装设计师就展露头角了 摩托尔走在伸展台上 台下坐着大批服装采购专家和媒体记者 这是非洲时尚周 35位来自非洲各国的顶级设计师 特地前来发表他们的最新作品 活跃于南非当地的David Lally 是这次时尚周的参展设计师之一 在正式发表作品之前 他小心翼翼地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和大多数非洲设计师一样 他自理于将当地的独特文化元素 导入作品之中 在强调非洲特色的前提下 这些设计师自力探索各种面向 全球市场的风格类型 例如来自迦娜的Titi Ademona 他采用非洲服饰常见的大胆色彩 同时以具有现代梗的剪裁呈现 适合多惠履性的线条风格 顶级设计师自力替非洲风格开拓 更大可能性 但对不少消费者来说 他们印象中的典型非洲风格 始终有着迷人的地方 但也有人认为 非洲风格应该进一步开拓其他可能性 在这个生长台上发表作品的设计师们 他们一方面预告着最尖端的非洲流行风向 同时背负着与Prada和Kuji等国际品牌 一较高下的任务 如何在保留地方元素的前提下面向国际市场 并且进一步探索非洲风格的多元风貌 成为非洲各民族服装设计师最关注的议题 记者邱德真编译 平东原住民族文化园区排湾族祖林屋的迁移 工程在今天完工了 在今天来自各地的排湾族人共襄盛举 青唐德民族文化园区排湾族国 crossover 新生民族文化团队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欢迎回到原始晚间新闻 观众朋友要提供给您一个最新的资讯 这是在刚刚6点31分的时候 南台湾发生规模5.5的有感地震 震央大约在屏东的外海 目前传出的最大震度5级 在高雄市 台南嘉里4级 屏东市跟台南市也有3级 高雄捷运还因此宣布停止90分钟 全面清查轨道的安全 而且启动公车接驳 如果有后续相关的消息 会随时的为您插播报道 这次镜头一样带您来到的是 立法院财政收支划分法 今天上午依然在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进行讨论 这是一个攸关现在的县市政府 每一年可以取得多少预算的一个法案 为了争取经费 多个县市首长 其中包括高雄市长陈菊 今天上午都亲自北上出席 指出县市合并升格之后的高雄市 版图变大了 但是财源却没有增加 反而减少 苦不堪言 高雄市财政困难 市长陈菊上午亲自北上出席立法院财委会 一上台就指县市合并后 中央形同惩罚高雄市 101年度和102年度 补助就少了300亿 苦不堪言 不止高雄市就连台东以及外岛县市首长 都纷纷上台吐苦水 希望中央能补助多一点经费 而民进党立委吴炳瑞上午也质疑 中央人独候台北市补助给最多 谁跟你比较好 谁的计划都批准 据说台北市的都会批准嘛 其他的县市的批准的程度就不如那么多嘛 国民党立委内市保也认为 财政部虽将中央与地方税收占总税收的比重 由现行的7比3调整为6比4 但仍旧不公平 去向中央去自己去挑战 我们就改成5.5 有些事情5B5 有些事情交回地方啦 通常交回地方 因为地方绝对有能力 来说这样子也可以 也可以缩短 进一步缩短所谓的沉箱差距 内市保也指出 财化法已经讨论很久 目前在立法院财委会 也都只排定为报告案 希望能尽快排入审查案 才能进行出审 也才能尽早解决地方财政的困窘 记者陈小青 陈新龙台北报道 目前原住民族地区 也就是全国55个原住民族乡镇市区的财源 是哪里来的呢 主要就是从中央县府来的统筹分配款 中央人民会来的补助基本设施的费用 还有向中央地方各部会提出计划 所获得的计划性的补助 原乡大量依赖中央播补的经费 来进行基本的违运 台东县议员就呼吁 中央的立法委员 还有行政部门 在审查这个财化法的修正案的时候 必须要考虑到原乡迫切的需要 根据目前 原住民地区所仰赖的裁员有事项 一为中央统筹分配税款 固定9%给全国55个原乡 二为现统筹分配税款 一部分税缩分配给原乡 它是按照乡的人口比例 以及土地面积来分配 三为行政院元明会的一般性补助 给原乡基本设施维持费 四为计划性补助 由原乡应息求提报县政府 县政府在提报中央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有些议员认为 这样的财政划分 对原乡未来会造成穷乡越强的情形 过去我们的财政收支划分法都是中央级钱 权力还有钱都是中央 我们看到这个明文规定的比例本来就是很差 我是非常赞成 一定要修这个财法法 许多项链的建设不是经常们的预算编列 必须由乡提出计划到线 如果存在着政治不同派系 议员认为提定要不到钱 行政院元明会的一般性补助 给原乡的基本设施维持费 如果是由地方申请 也不一定要得到 所以明代希望可以专款专用的方式来解决 原乡地区的预算 如果照目前的财化法 根本毫无帮助 加上五都升格 五都人口增加 在预算的编列上势必增加 相对的也会压缩原乡地方政府的预算 明代担心原乡财政则会越来越短处 认为政府应该要正视这个问题 才是 记者搞得VN 郭六世台东采访报道 高雄市桃园区公所跟高雄市政府 今天就前往高雄桃园的复兴礼 针对611水灾复兴礼 受灾物的临时住宅用地进行会刊 高雄桃园区复兴礼 历经611水灾造成复兴礼酒户民宅全会 四户民宅不堪居住 以及复兴礼第三林部落全体住户 处于与河水比邻的危险状态 经过了四个月了 居民还是暂时居住在高雄山林 大海园区旁的山林组合屋 相当不方便 25日高雄桃园区公所也邀请了高雄市府 公务局水利局以及圆明会等相关局处 针对611水灾复兴礼酒户受灾户 新建临时住宅用地进行会刊 居民希望政府能够重视受灾户 后续安置的问题 先在部落内设置临时安置所 让居民能回到部落 8月8号是采满三年 我们是6月11号被冲掉的 政府居然让我们受灾的情况 尤其在这个特别条例三年以内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要求说一定要把我们安置下来 由于从山林大海园区旁的山林组合屋 回到山上车程需要花上三个小时以上 周车劳顿 所以居民都期盼能够赶紧回到部落居住 而经过市府人员会看后 并没有直接回应居民 只说要再回去讨论 会不会新建临时安置所 还是未知数 这母定高雄市桃园采访不到 好继续有一个来自台中最新的判决 就是台中市议员黄仁日前遭到地方法院 一审判违反选罢法黄仁上诉 但是今天二审遭到驳回 台中市议员黄仁被控在99年参选台中市议员的时候 涉嫌散发不实的讯息 意图使当时他的对手红金服不当选 台中地方法院在今年的5月一审 依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 判黄仁一年六个月 而且还持多公权三年 黄仁不服上诉 但是台中高分院在今天驳回了黄仁的上诉 依然维持一审判决 也就是还是判黄仁一年六个月 持多公权三年 全案都还是可以再上诉 但黄仁依然强调自己是清白的 就在2010年参选台中市议员选举前 不到两个月 在一个举办碎时计仪的活动现场 台中市议员阿美族的黄仁竞选总干事 带着友人举看板文宣抗议 指控另一位平地原住民候选人洪金服 教授黑道向黄仁所讨在物 洪金服认为名誉以及选举公平性受到影响 案灵控告黄仁意图使人不当选 案进台中地方法院审理后 今年5月31号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黄仁是累犯 依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判黄仁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持多公权三年 不过受到判决的黄仁不服 再度上诉 10月25号遭到台中高分院驳回 判处黄仁意图使人当选 无效和违反选八华 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持多公权三年 这个并没有违误 因此驳回黄仁的上市 黄仁依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遭受判决 不过10月25号遭受台中高分院驳回 仍维持一审判刑 不过黄仁仍然坚持自己的清白 但是我觉得我 这个选犯来讲 还是有一点 仍然维持一审判决的黄仁感到不服 表示相当冤枉 会再上诉 记者NONE台中市采访报道 前刑罪秘书长林毅士收贿的案件特征组 在今天贞结起诉 依贪污罪等罪名 对林毅士跟他的母亲沈若兰提起公诉 而林毅士的妻子彭爱佳跟两位舅舅 也被依洗钱罪起诉 而这起案件的关键人物陈启祥 则是因为他的公辞反复 被依刑贿罪 发送高雄第一节正办 今年6月份 前行政院秘书长林毅士遭到指控 分别在2010年担任立委期间 向陈启祥收贿6300万 帮忙桥炉扎铁生意 今年2月份再度锁汇8300万 特征组今天侦查终结 依违背职务收受和要求贿赂 洗钱罪以及财产来源不明等次项罪名 对林毅士提起公诉 而林毅士也成为首位涉及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被告 这所犯的这四个罪名 犯一个别 行为不同 所以讲官请求分论并法 也就是一罪一罚 遭到起诉后 林毅士在下午随即被移审到台北地院 而林毅士的母亲沈若然 则被列为共犯 尽管不是公务员 同样被依贪污罪起诉 检方总共在林毅士 冯爱家以及林毅士的两位舅舅 沈患张沈患瑶的账户 查扣到4800万 以及36万多的美金和21万的人民币 加上未扣案被焚毁的300万 以及95万美金 都超过林毅士的所汇金额 彭爱家和沈家两兄弟 都因为协助藏匿犯罪所得 被依洗钱罪起诉 这起案件关键人物陈启祥 原本被列为污点证人 但在征讯时 却不断对外爆料 公辞反复 也遭到特征组一行会最嫌 发交高雄地检署侦办 事实上他的证词或供词是反反复复的 早在八月一号就已经翻供了 所以并不是媒体昨天某周刊所报道的说 因为去搜索之后 他逼迫他翻供 对外界质疑 特征组对副总统吴敦义的大装脚吴门中 坦诚收受陈启祥佣金的部分没有继续追查 特征组则澄清 林毅士只坦诚自己收贿 加上检方并没有发现可疑的资金流向高层 所以绝对没有重案侵办 而对于吴敦义被爆料 曾经和林毅士和中刚的董事长辟施密谈 特征组的认为是不实的传闻 并没有分案调查 记得众号报道 继续镜头带您来到地方 这是花莲吉安乡的乡代会 在今天进行第三天的施政总质询 对于拥有一万四千多人 一万四千多名原住民族的吉安乡 到现在公所都没有设置原名课 向代表表达不满 花莲吉安乡代表会 第十九届第五次定期大会 二十五号进行施政总质询 阿米族的代表沉浸地提出 从寿峰林毅坛到七星坛的自行车道中 有部分是沿路经过吉安乡内 但是负责维护的吉安乡 并没有做好管理 不仅在注意车辆与狗的告示牌标志 没有特色 在自行车道设施上 护栏遭破坏还有道路两旁 可以看到垃圾废弃物 让陈静德相当不解 公所清洁队长也赶紧出面坦诚疏 这个四行车道的两侧 玻璃碎片 垃圾乱丢 我只是骑这两张而已 很多银路都是 这部分我疏失 我会再加强 另外吉安乡公所的组织张城 目前仅剩九个坑木 在满边下如何编更张城 虽然目前吉安乡的原住民人口 有一万四千多人 不过吉安乡公所对原住民的服务窗口 仅设在民政客下 代表会积极争取设立原住民事务课 而乡长允诺先成立原民所 不过阿民族代表周军又却发现明年度的预算中 并没有原民所纳入 让代表相当不满 为什么今年度 在明年度的预算里面 并没有看到我们原民所的组织 或者是预算 我想请求我们的乡长 你说要积极成立 但是明年度我看不到预算 是明年度还是不能成立就对了 一个过程必须要报备 我们像县政府以及中央 整个行程都还在跑 那因为回来的时间没有确定 所以我们在编列预算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针对我们原民所来编定 代表期盼设立原民所能提高 对乡民的服务效能 不过何时才能通过 目前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接下来在华林吉安采访不到 全球萨米族的人口 大约超过13万人 主要分布在挪威 芬兰 瑞典 还有俄罗斯境内 靠近北极圈的地区 而就跟台湾的原住民族人一样 他们曾经被政府要求禁止 说自己的萨米族语 这也导致许多萨米族的后代 一直到现在都还不会讲族语 在挪威 为了让萨米族语可以保存 有些地方开始开设成人族语学习班 就有年轻的夫妻自己不会讲族语 但是来参加成人族语班 强调是要一身作则 让自己的孩子也在生活中 可以自然地讲族语 把族语传下去 萨米的年轻人身体力行 这里是萨米族地区的成人族语学习班 班上的学生全都是成年人 为了了解萨米文化 以及方便和萨米族人沟通 他们再次背起书包来到这里 并且从最基本学起 这位年轻女生是在一般 以挪威语授课的学校里面的老师 她教书的地方距离这里五百多公里 相当于从台东出发 绕过屏东再到台北的距离 但是她还是大老远 跑到这里来学下谜语 班上还有来自更远地方的学生 除了外籍生 还有几位来自其他国家的萨米族人 回到家里前来迎接她的是两个年幼的小孩 她之所以要学习萨米语 完全是为了下一代 她的先生虽然是萨米族人 但并不会说萨米语 她不希望自己的小孩 步上上一代的后城 所以决定全家总动员 一同学习萨米语 在学习班里 大家都认真学习 他们都相信 成年人学习俗语 一点都不嫌晚 因为他们的老师 就是最好的例子 萨米语一共有十多个方言别 其中有好几个方言别 已经没有任何人使用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 目前萨米语有两个分支的使用人口 还不到一千人 正处于濒临消失的边缘 而这一家人积极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族语 在小孩面前强调要以身作则 目的就是要把虾米族语保存下来 记者抽得真编译 来自中国电影家民族工作委员会的成员 在二十四号的晚间抵达台东 嘎地步部落参访 受到热忱的招待 这次来自中国的各民族的代表 带了十一部来自中国各民族的电影 在台湾放映 虽然说今年没有办法 在原住民族电视台播放 主要是考量版权问题 但原住民族电视台的台长 还有副台长都亲自到了台中 进行媒体交流亲自接待 台铁在2007年引进时上东部干线 第一批倾斜式的列车 刻意取名为泰鲁阁号 在今天再度的采购新式的青鞋式列车 第一批两组十六辆列车在今天抵达了基隆港 而这组列车以北南族名命名称为不由马号 这个名字是由台铁跟台东县共同向民众争选 最后由一位新北市的市民取名的 不过不由马号在前往七堵车站机场进行检修的途中 行进基隆站的时候却因为不由马号太宽 导致整辆车厢卡在基隆站的月台 车体散热片紧紧的卡在两边的月台 才刚刚亮相的不由马号进退不得 不过台铁局表示新车将进行三个月的试运转 确认安全无余之后 营运渴望赶上明年的春节输运 屏东原住民族文化园区总共有80多栋 原住民族的传统建筑 这是一个向国内外的访兵 介绍台湾各原住民族的一个入口景点 那么其中台湾族的祖邻屋由于太小 从去年开始就进行了迁移工程 今天终于落成了 来自各地的排湾族人共襄盛举 排湾族齐劳以报姓告知祖邻与族人 部落祖邻屋在屏东原住民族文化园区即将诞生 邻媒也举行引领仪式 邀请祖邻与部落族人相约共聚 祈求祖邻的庇佑 来一乡南河部落祖邻屋在部落族人 与专家学者努力下历尽半年共同修建 25号举行落成祈福仪式 来一乡各部落领袖与族人 共200多位盛装参与 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机会 让文化园区跟部落之间的连结 有一个所谓的脊带 让文化能够再生活化 也能够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 原住民文化资产的一个平台 祖邻屋是排湾族族部落与祖邻的象征 是族人与神灵祖邻对话的媒介场所 也是族人记忆和怀念祖先的地方 更是整个碎石记忆传统信仰的中心 南河部落传统领袖希望坐落于园区的祖邻屋 可以让游客与族人深入了解排湾族文化 次 incumbent voor露的ince whenafral国人非常 назыв选拥 是在作移 représentants 及存在cents里面以来的发生 banking、点 Specifically 在要 Thanhns里面对于独小区的大使画 还要看到这家里面它是不同的 在中国发生的中国人 辱亚人的第二名 祖陵屋表现了排湾族人对祖先难以割舍的情感与意涵 坐落的这一天 族人共同用歌谣舞蹈来谣祭祖陵 与祖陵共舞同欢 记者歌手评冬马家采访报导 好 观众朋友有没有感受到气温好像又回升了 因为东北季风减弱了 在今天上海期的时间老外来到节目当中 请说 观众朋友来和大家晚安 今天白天西半部是大晴天 在新竹地区温度曾经飙升到32.6度 不过入夜之后的现在温度又开始下降了 而且越晚会越凉 在我们高海拔的山区部落温度感觉会比较冷 等等要出门的民众外套记得穿上 至于明天的天气以及今年的第23号轻度台风三停的动态 我们就从第一张台风的路径浅示预报图一起来看 从这张图可以看到目前三停台风正在侵袭菲律宾的中部 距离俄网比南方大约是在900公里的海面上 而目前它的七级暴风半径有150公里 未来会以23每小时23公里的速度朝着西北西方向前进进入到南海 对我们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就是要提醒远洋的船只目前就不要经历到南海的海域上作业了 因为在这个海域上会有较大雨势以及强震风的发生 我们从下一张图回到台湾地区来看 今天其实在东半部地区都有零星短暂震雨的发生 只是南北降雨的系统不一样 今天在台东就是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 有短暂震雨的发生 而在宜兰跟花莲地区则是受到地形的影响 部分地区有零星降雨的发生 而明天的这个雨势还是会比较集中在台东地区 原因就是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 而明天在西半部则是晴朗到多云的好天气 不过同时就是要注意日夜间的温差是比较大的 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 现在早晚的温度都是偏凉的 在山区的部落感觉会更冷 像是在嘉伊的阿里山 明天的最低温会降到只有9度 所以大家保暖的工作一定要做好 接着就来看详细的上海迹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是要提醒远洋的船只 因为在南海有一个轻度台风山停 在这里作业会有较大雨势以及强震风的发生 至于近海的风浪 因为明天的风向会吹偏东向的风 所以近海的风浪都不会太大 但是在兰雨附近的海域 最高的浪高还是可以达到两公尺 海上作业船只要注意安全 接着来看愉悦气象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在恒春半岛以及台东 雨时会比较明显 民众出门记得西大雨聚 在西半部是多云道晴的天气 同时要注意日夜间的温差大 也要再次提醒大家 现在早晚温度偏凉 山区感觉会是比较冷的 大家要注意保暖 以上就是今晚到明天的气象预报 我们要把时间交还给Gulas 好的 非常谢谢老外 在今天来到上海迹象 感谢老外 也感谢观众朋友 您在今天的收看 如果您有相关的新闻题材 要提供给袁氏 或是您对刚刚看到的新闻内容 有任何建议 都欢迎拨打袁氏的客户 专八零零二一一零零零 我是阿美族的Gulas 祝您一夜平安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NEW BOOK CALLED EDIPLED WILD PLANTS OF TAIWAN EVEN MY OWN TEAM DOESN'T BELIEVE THEY DON'T WANT ME TO TRY IT 好鮮 真的好鮮 哇 最漂亮的 Farmers 我们两个就慢慢开车去找 找新的秘密基地 自己的秘密基地 来 大家好 沿着台湿县 我们要去拜访两个部落 最近发展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宝宝 没有听过对不对 重点是他们的成员 都是年轻的小朋友 他们在部落表演 每周五晚上十点 黄红们的部落风 带你放轻松 呼呼呼 让我们一起爱人世 请不吝点赞 订阅